今天我们来做一款桂花糕 它有着传统名小吃的称号 很多朋友把它当成早餐或者是下午的点心 话不多说我们来开始做吧 今天我们做桂花糕用到的是这样六寸的模具 如果大家家里面有那种竹蒸笼的话 最好就有那种竹蒸笼 然后盖上这样一块布 好然后桂花呢 就是由于小区里面的桂花蔬菜高了 然后就去网上买了这种钢桂花 好钢桂花也是可以的 将粘米粉和糯米粉 好全部倒入我们的盆中 好粘米粉就是我们做冰皮月饼用到的 将白砂糖倒入 好我们同样是将它搅拌混合一下 混合好后我们分一部分 好到另外一个碗里面 我们做里面的夹心 这个是自制的糖子的桂花 然后我们将它舀进去 好在混合的时候呢我们就少加一点水 水少量再加 好我们水加成这样的状态 它会有大大小小的这种像汤圆一样的 好我们就用手拿起来一捏 然后就很容易松散 好这个时候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将水倒在就是刚刚多的这一份里面 好然后我们水量的把握也是一样的 好先少一点少一点的倒 然后慢慢搅 慢慢搅到像这个样子 大大小小的颗粒就可以了 好朋友们如果做的多的话 可以直接用厨师这个K酱脚是一样的 好搅好后我们用手 然后将它搓就尽量让水和我们的粉都相互的 就是均匀的在一起 原味的呢我们就搓湿的差不多了 就像这个样子比较细 好那桂花味道的夹心呢也是同样的方法去操作 现在我们来塞就是原味的塞到我们的模具里面 好我们就塞一半 越细越好 塞的时候呢就可以去烧开一锅热水 好以后我们就直接好放进去 好我们的原味第一层塞好后 一定不要去压它 因为我们吃的就是它蓬松的口感 然后我们用一个刮刀或者是刮板 然后将它就是慢慢地弄形 我们铺平后我们塞入桂花的夹心这一层 同样的方法多塞 中间层的桂花夹心我们就已经弄好了 然后我们同样的方法将它这样慢慢地铺平 塞出来的桂花呢 好大家喜欢吃也可以直接撒在上面 如果不是特别喜欢吃这种就是干的桂花 它带有点苦涩的味道 好了那么我们就不要 好接下来我们塞最上面这一层原味的 我们在塞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先塞到那个大碗里面 然后再咬进去 好记着最后一层我们用刮板将它刮平 弄好后我们先切 不然一会儿出来再切它的时候就会很丑 这样一会儿出来我们也好切一点 然后在上面撒一点桂花 锅里已经上汽了 然后我们直接将它放进去 我们开大火蒸半个小时 在蒸的时候我给大家讲一下桂花糖是怎么做的 好我们在买桂花可以买干桂花 然后还有白砂糖就是我们在放这种罐子 好就像这样一层白砂糖一层桂花 一层白砂糖一层桂花 然后这样直至放满 然后在表面 然后淋一点我们的蜂蜜就可以了 像这样我们也可以一直保存很久很久 然后大家吃的时候打开罐子咬一点就可以了 好蒸好后门打开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水 不要太多的滴在里面去 满屋桂花香 桂花的膏就蒸好了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是没有有那个粉在手上的 好我们将它取下来 这样的桂花糕就可以放在我们的盘子上了 这款中华传统名小吃大家都学会了吗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的话 请在我的评论区里留言哟 嗯好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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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